你一定要放下这个假象 要是世间有追求 有快乐可追求 我会告诉你 但是实在找不到 不必把自己搞得这么忙 谁能吃 谁能住 谁能上班 谁能赚钱 记得放下 哎呀 师父我这么忙 很想修行 为了三餐 为了儿女 没办法 这就是你的孩子吧 这就是你的业啊 很想修行 为了三餐 拖着你 卡住你的时间 想来用功听见文化 就是这样子啊 这个这就是业啊 所以在座诸位 看来这么简单的一个奖金的 红法的法会 这么简单 我告诉你 很难 这种因缘真的很难 还得你肯来 还得你健康 还得凑处是时间 经济上还过得去 还得你先生 你老婆答应 要不然回去 出来的时候还要骗她 我去买一点东西 其实偷偷跑来听金 没办法了 修行啊 碰到这三因缘太难了 底下啊 所以你将永远 找不出一个固定不变的低音 人生短暂 生命无常 如果你还是要钻牛角尖 那么当你还没有追求到 宇宙低音的答案的时候 你可能早已不在人世了 在佛经里面讲 什么是低音 方便说 就是动念 一念无名 动到执着的念头 动到维系的执着的分别的念头 就叫做低音 要不然你找不出低音了 五十四页中间 在佛经里 有一段极精彩的比喻 说有一个人 被毒箭所伤 他的朋友 带他去看外科医生 假如当时那个人说 我不愿把这剑拔出来 我要先知道是谁射我的 我才要拔出来 他是刹地利种 是波罗门种 或者是灰色种 还是守陀罗种 这刹地种就是贵族 波罗门种就是最高的 灰色种就是四龙工商 守陀罗就是下剑种 那么他的姓名 以四足是什么 我没有了解他姓名四足 我不把剑拔出来 我要先知道他是高的 还是矮的 中等身材 射我剑的人 他的皮肤是黑的 是中的 还是金黄色的 把我射剑的人 他来自哪一个城市 哪一个乡镇 我要不先了解这些 我不愿去除此剑 除非我知道 我是被什么弓箭所射的 弓箭是什么样的 哪一型的弓箭 箭鱼是哪种毛制成的 箭头又是什么材料 所制造的 如此 这个人必当死亡 而不得闻知这些答案 注意 这一段是在佛在讲 四地法 出自原始佛教 这一段 注意听 这一段就是 比喻说这个独箭 独箭就是比喻我们内心的贪嗔痴 独箭就是我们现在有生死之独 苦恼 我们现在已经被箭射到了 就是我们现在生生世世 都在六道轮回 活着的时候痛苦不堪 而我们要去找那些没有意义的第一因 找那些没有意义的第一因 完全对我们现在的解除烦恼 没有帮忙 解除执着 没有帮忙 解除这个颠倒 没有帮忙 我们现在重要的是真说 我们被箭射到 重要的是赶快把这一支箭拔出来 知道吧 我们现在被贪嗔痴 这个三毒禁 毒禁射到了 重要的是要赶快把这个三毒除掉 要赶快修行 听经文法开大智慧 这个才是重要 可是有的人不是 外道就不是了 在《能结经》看 因为你们书看的不多 师父的书看的非常多 那什么学富五基 哪些富五基算什么 我看了都要用那个 铁达尼号来载 我看的书都要用铁达尼号来载 什么学富五基 我看了 那他帕拉赛 我到现在都还在用功 这一段 重要的 就告诉你 在《能切经》里面讲 就有一个外道的 你注意听 有个外道的来到佛陀的前面 他就问 佛陀 这个宇宙 是有尽端 还是没有尽端 这世界的低音是什么 用我们现在的语言讲 这个宇宙到底是开放式的 还是闭锁式的 人类 它的低音是什么 连续问了十几个问题 世神说无忌 无忌就是没有 你问了这些问题 没有任何的意义 宇宙是有尽端 我回答你宇宙有尽端 能解决你现在的生老病时 贪生时的问题吗 不能 我说宇宙没有尽端 或者宇宙有尽端 能不能解决你现在的烦恼 没有 好 我告诉你 生命 人生 宇宙的低音 能不能解决你现在的问题 没有 没办法 所以世尊对于 没有办法解决现在的 痛苦的根源 没有办法解决这些内心里面的矛盾 愁忧苦恼 这些贪生时 嫉妒等等这些 痛苦的烦恼的心 没办法解决这些的 世尊说 这些没有任何意义 现在重要的就是要解决你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就是中了这支箭 这支毒箭就是内心里面的贪嗔痴 生死的毒箭 一口气不来 命都没有了 有的人就是很 很乐意探讨这些 没有意义的东西 所以释迦牟尼佛 不是你每一个人来问问题 释迦牟尼佛都一定要回答的 有时候你看这个大章经 人家来问这个佛陀的问题 佛陀连回答都不回答的 对不对 这个图题在旁边就是 愣住在那边 那个外道的一直问 问佛陀 一直问 佛陀不答 不回答 沉默 沉默就是答案 就是你现在问的这些问题 不但不能解决生死 不但不能解决 你的内心的烦恼 也无意义你自信的开发 佛陀不答 还有一种傲慢的外道 佛陀也不答 也不回答 所以在这里就是一个比喻 释迦牟尼在讲这个 苦极灭带的道理 就讲了这些比喻 如此 这个人必当死亡 不得文字这些答案 所以佛教不浪费篇幅和时间 苦苦地去追究 宇宙低音的问题 因为追求不出答案的 同时也是对人生无益的 这些跟人们脱离 生老病时的痛苦无关 真的就是这样 没有任何的意义 不然使人从而得到宁静 解脱的快乐 话题稍微扯远了 现在我们在谈 佛教反对宇宙万物 是由神所创造的 而认为万物都是因缘继合而成的 大协一年级我看到这一句 我就觉悟 万物都是因缘继合 真的就是这样 我们这个色生 也是这样 化学元素所构成的 此后一堆化学成分 我们吸取天地万物的化学成分 转换为自我 使之不放这个假象 色生的假象 以为有一个真我 可是你也不能放弃这个假象 而能够求到正法 你也不可能 绝对没有办法 比如我们眼前的一座山 它是土石之鸡 土跟石头集合起来 湖泊是凹地 汇水而沉 我们都知道 大湖啊 大海也是啊 水一干就凹一个洞 湖底就陷 再看教室的桌椅 这是木匠用木头做成的 如果我们把土石一开 那么你就看不到山的形状 把湖泊的水抽干 就成了凹地 哪来的湖泊的影子 再把木板一片一片地拆开来 请问猪椅在哪 这些具有形体的东西 佛学上简称它叫做色 就是有具体形状的 叫做色法 其实这个色法的范围很大 包括深香味醋 都是包括色法 比如说音声 它就是无形的色法 我们看不到 可是我们听得到 我们看不到 看得到 我们看不到 可是能够嗅得到 比如说香味 比如说我们现在闻到香味 看不到 可是有香味 就是这样 又因为他们只是 因缘暂时的计合而已 天地万物都是这样 夫妻也是因缘暂时的计合 男女朋友也是因缘暂时的计合 我们讲堂也是因缘暂时的计合 地球也是因缘暂时的计合 整个法界宇宙 对不对 你把它萃为微尘 通通是因缘暂时的计合体 并不是真实不变的 所以我们说他们是空 空的意思就是 没有永存不变的实体 找不到 这就是佛经上 设就是空的简单道理 然而 佛教说 设即是空 这个空字 并不是空空如也的空 也不是一无所有的空 而是一种含有 妙有的真空 诸位啊 这一段没有开悟啊 打死听不懂 你所能体会的啊 就是一个很肤浅的 我从大学一年级就了解 真空妙有 妙有真空 可是随着年龄成 对五年的体会 十年的体会 十五年的体会 二十年的体会 到今天我进入佛门 三十年 心境迥然不同 这个佛法是很不可思议的 你要到大侧大物 才知道 世尊 它这个真正的含义是什么 就讲一句 言起无自信 一切法无我 我这句话体会了几十年 言起无自信 一切法无我 解释大家都会啊 随便叫哪一个法师 起来讲言起无自信 一切法无我 他都可以讲得 偷偷是道 在诸位里面 在这些护法居士 我随便调一个起来 你们都可以讲得 偷偷是道 我不骗你 都讲得非常流利 可是心境 去不进 去不入 没有办法 去入那个真正 言起无自信的心境是什么 他一句说 咬不进去 没办法的 你也会讲啊 世间是一年和和的 不是无常的 这都是无常的 这都是无自信 通通会讲 可是那个心境是截然不同 我只能这样讲 你慢慢体会 这句话怎么说法呢 我且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眼前有一杯水 把水加热后就变成水蒸气 再也看不见水的影子 但这并不是说 水蒸的就永远消失 当水蒸气 遇冷的时候 又会还原成水 所以我们空气有湿度 就是这样子了 南极啊 北极啊 你看都是冰茂 冰天雪地 为什么 遇到冷啊 水气遇到冷啊 此外懂得化学的人 都知道水是氢氧的化合物 就是H2O啊 两个氢原子 一个氧原子 换句话说 水只不过是氢和氧 暂时化合的现象 是一体状态而已 水经过电解以后 又会变成氢气和氧气了 以此类推 宇宙的万事万物 没有一件不是因缘 暂时继合生成的 没有一样是永恒不变的 诸位 因缘合合则生 因缘灭则灭 因缘善就灭 哪里有创造万物的神 哪有被创造的万物呀 这句好好的体会 体会得出来 佛法就简单 五十八 第七 佛法是因财施教 因地制宜的 什么叫因地制宜 什么叫因财施教 这两句很重要 因财施教 就是看根器 因地制宜 就是看时空 写得好 你要讲经说法 还要看根器 还要看使劲空间 对不对 使劲空间 要是不对 没有用 上帝公也拜 十八王公也拜 观世音也拜 妈祖也拜 阿弥陀也拜 释迦牟尼佛也拜 太子牙 落车 欧生我 也拜了 那怎么办呢 你这这个地方 你怎么讲经呢 这个运缘怎么样去 这到底从何说起呢 很辛苦了 真的 很辛苦了 还是要看阴眼 佛对众生说法 都是针对不同的根基 随着时空的不同 而假设 也因为教化的对象不同 就有不同的解释 比如对于智慧高的人 佛就告诉他 能够直指人心 明心见性 当下急悟的道理 对于智慧稍低的人 佛就告诉他 行续渐进 按部就班的修行 又如 对于日中明利的人 佛就告诉他 明利皆空的道理 对于消极悲观 认为人生毫无意义 生命全是虚无空患的人 佛就告诉他 人生是难得的 生命是宝贵的 人可以凭借自身的努力 以获自幸福和快乐 来鼓励他的勇气 和信心 同样的道理 由于时空的不同 佛就有不同的比喻和说明 比如说 台北的人问佛 台中怎么去呢 佛的答案就是说 南下 至于回答南部高雄的人 台中怎么去啊 释迦牟尼佛就回答 北上 诸位同样在台中 回答台北的 回答高雄的 就不一样 一个回答南下 一个回答北上 以此类推 只要众生所处的地方不同 佛的回答也就不一样 佛法有三章 十二步 八万四千法门 法门就是修行的方法 这些修行的方法 都是为适应众生的根气 为了对峙众生的烦恼 而创色的 我一再地告诉诸位 这个世间 如果没有佛陀 来硬化世间 没有一个人能觉悟 一个都没有 包括我在内 今生今世 没有听到正法的 我告诉诸位 他会把小事情 变成很大的是非事情 他每天所过的日子 叫做痛苦 煎熬 嫉妒 贪婪 苦闷 而且又解不开 打死解不开 我敢这样 下断言 断定 没有听到正法的人 叫做不幸 我敢这样断定 没有听到正法的人 生命没有任何的意义 完全没有 他一天到晚就是搞这个东西 对不对 一个头发 搞这个 每天就是 搞这个东西 为了大小 每天都忙这个东西 大有什么关系 小有什么关系 他有一天会烂 会烂 会坏 师父啊 你不是做你人 你不知道啦 难道做你人很伟大吗 是的 很伟大 因为我妈妈是你人 真的 他就为这个 我从头到尾 一直告诉诸位 你不要羡慕什么 什么灵智 什么肖墙 我告诉你 你羡慕的对象错误 你要羡慕我惠立法师才对 二十年后 他就是一个老女人 真的 二十年后 我是个老和尚 这个价值意义的完全不同 老女人 对不对 价值不同 我告诉你老和尚 价值后面要加两个字 叫做连城 我在二十年后 价值就连城 真的 也不必到二十年 现在就是了 所以我告诉诸位 我要赞叹诸位 要羡慕诸位 今天能坐在这个地方 哪怕一句 一段 一个典故 启示你的内在 都比外在 那个世间 所有的东西都值得 我们同学 二十年没见面 大学的同学 有的大学的同学来 一见面 哇 耳发苍苍 耳势茫茫 耳齿牙动摇 像刚刚说 大学才毕业 大家来 下一个 照这个 学士照的时候 才这样子 一眨眼 二十年 看到我 吓一眨 哇 你像我高中的老师 我是你高中的爸爸 真的 差距很大 差距很大 一眨眼 再一眨眼 二十年 我就七十三 再一眨眼 我就九十三 再两眨眼 就一百一十三 真的 一刹那之间 赶快修行吧 底下 如果没有众生 也就不需要有佛法了 佛法如药 众生没有烦恼的病 药就不需要了 佛法传世两千五百亿年 能适应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众生 这就是它能够因材施教 因地自以所至 而这种教育的方法 正是佛教的特色之一 第八 佛法是入世的 这个入世的意识 是非常积极的 佛教讲的道理 虽然最终的目的是出世的 但它和入世的精神 并不抵触 像慈悸就是一个例子 我们赞叹 正言上人 非常赞叹 你看这个 实际做的片权世界 这就是入世的精神 我做不到 我会立法师 做不到 所以我们赞叹 所谓出世 并不是脱离 逃避世间 而是改造这个世间 重建这个世间 佛经上所讲的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 离世 求菩提 恰如密兔角 佛法在这个世间 不能离开这个世间 而觉悟 离开这个世间 求那个屋上的菩提 就像找这个兔子 兔子没有脚 兔子那里有脚 就是找不到 所以诸位 你要面对现实 同时要超越现实 既现实又超越 既超越又现实 这个就是佛法 就是说明修行 要在人间 觉悟也要在人间 每一个有心向佛的人 他不可能厌弃这个世界 逃避这个世界上的人类 而独善其身 只顾自己 得修行正果 不可能 因为一个人想要成佛 除了要具备聪明智慧之外 还要有广大的试验悲心 去普渡众生 要与这两种悲和志 交互运用 相辅相成 做到彻底圆满的境地 才能成佛 所以佛教是以出世的精神 来做入世的事业 从修行一直到成佛 既没有入世 也没有出世 因为一直是在这个世间进行的呀 为什么 入世 出世是方便说 旧境处 是不二的 入世就是出世 出世不离入世 而佛经上 虽然有所谓 西方肌肉世界 东方流理世界等净土 欠能念佛往生彼国 但稍微了解佛法真理的人都知道 这是诸佛菩萨为了度化众生的一种潜移方便 佛教最终的目的 是在化人间为庄严净土 变地义为极乐世界 当然这是最终目的 但是做起来很辛苦 很辛苦 有时候我度众生 度到最后 都感觉疲惫不堪 现在 我几乎没有跟世间人在接触 为什么 有处理不完的示威 你一跟他接触 那个我执 那个我见 那个烦恼 处理不完 也回答不完 讲一句实在话 师父洪华这二三十年来 有个感触就是 众生度不完 能度多少就算多少 我已经尽力了 真的实在是太多太多的 多奴流氓 流氓 不是流氓 真的众生救不完 每一个人的烦恼 跟你倾诉 我就听不完 你看看那个写来的信件 都是SOS的 求救信号的 我跟赵老师就这样讲 赵慧就这样讲 跟麦老师这样讲 我就是坐下来椅子 这样每天都回信 回信 每天都是回答这些来信 我都写不完 根本回答不完 而且你写 写信回答去 他还不是说就忠实罢手 你回答过后 你隔几天又写来 回答过去 再几天又写来 回答不完 回答不完 我这里如果是卖药的 就赚了 血花片片来 回答不完的信件 赚不完的钱 可是我们这里 是度众生的地方 我已经尽力了 真的 底下说 化人间为庄严净土 遍地为极乐世界 这是一个理想 做起来很难 这才是佛教的真正宗旨 并不是要人人逃避这个世界 而躲到西方净土去享福 第九 佛教没有排他性 有排他性就不是佛教 诸位 作为一个佛弟子 要牢牢记住 宗教跟我们不一样的 我们无论如何 要给予尊重 意见跟我们看法不一样的 我们无论如何 要给予尊重 做一个领导者 像师父的话 我非常的尊重 这些工作人员 非常的尊重 这些法师 只要有好的意见 好的建言 对讲堂 对常住 对整个佛教 有帮助的 师父一定采纳 只要不是为个人的 我没有个人的 你只要 对常住有帮忙 对整个佛教 对整个僧团 有帮助的 你的建议 我都接受 其实 排他性 也伤害了 清净自信 你只要 齐心动力 排斥别人 排斥义己 你就是会 伤害你的清净心 以下 世界上 大部分的宗教 都只承认 自己所信的 宗教教义 才是唯一的真理 而排斥 别教的教理 为邪说 而佛教认为 一切宗教 只有教义 深浅的气氛 很少有好坏 正邪的差别 任何一种 能够存在 世上 千年以上的宗教 一定对世道人心 有着或多 或少的悲意 悲意就是注意 也不是全世界的人 都有那个时间 来研究佛法 都有那个 一年来信仰佛法 所以变成 各个宗教灵力 我们给予尊重 否则 只要存在 一千年 它一定有 它的道理 否则 这个宗教 早就被 人类的智慧 所唾弃 以及被 时间的 浪涛 所充施的 问题 只在某些宗教 只能给人 以短暂的 少数的快乐 而有一些宗教 只能给人 以永恒的 多数的幸福 而佛教 正是属于 少数的 后者之一 在佛法 传世的近 三千年之中 佛教 一直以 其他的宗教 和平共处 历史上 为了传教 而以 其他宗教 发生 流血冲突的事 佛教 从来没有过 十字经 东征 就是这个 研究过历史的人 就知道 这里 我要请同学们 看印度阿易王 西元前三世纪 三世纪 西元前三百年 一个世纪一百年 遵照 释迦牟尼的宽大 慈悲 与坚荣并序 坚荣并序 就是包容的意思 绝对的包容 叫做坚荣并序 有一段 至今言文 善存 被雕刻在石柱上的告文 说 不可 只尊重自己的宗教 而非博 他人的宗教 非博就是 毁谤 轻视的意思 不能说 只尊重自己的宗教 而批评 毁谤 别人的宗教 应 如理 尊敬 他教 这样做 不但 能帮助自己 宗教的成长 而且 也对别的宗教 尽了义务 若反过来做 这不但 替自己的宗教 结了坟墓 就是 站在自己的宗教 攻击别人的宗教 也伤害了别的宗教 在这里 师父还要 再交代 一句话 不能只 护持自己的师父 攻击 别的法师 这个不是佛弟子 也有为平等的法性 不能只有 赞叹自己的道场 而攻击其他的道场 这个不是佛弟子 应该有的行为 佛教是讲 毕竟空 无相 法界平等的 佛弟子 应该有这种胸襟 这种哑量 这种包容 这种智慧 不能说 我护持我的师父上人 就一直攻击其他的法师 这样是不对的 佛也不允许我们这样做 以下 因此 和谐 才是好的 大家都应该替听 而且心甘情愿地替听 其他宗教的教育 替听就是流心的听 从这一段文字看来 这种宽容和诚意 正是佛教文化中 最珍贵的遗产之一 真理 所谓真理就是毕竟空 无相 平等 无相 缘起 真理在佛教看来 是没有国界的 它不需要贴上 任何宗教的商标 比如说无相 哪个宗教它都是无相 佛教讲的真理 放诸四海而皆准 世尊讲缘起 天地万物都是缘起 真理是大家所能够体会的 不必贴上 佛教徒 才有无常的真理 非佛教徒也是无常 它也不隶属于任何一个宗教 或隶属于任何时代中的 任何一个人 所以佛所说的真理 不是他一个人所独有的 因为佛只不过是真理的发现者 这个很重要 真理的发现者就是 佛陀发现的这个射身 是不清静的 众生迷茫 这个是身心的甲合的无印身 佛陀发现的这个世间 真的是苦 佛陀发现这个世间是空 佛陀发现这个世间是无常 佛陀发现万法都是无往 真理的发现者 就像牛顿所发现的地心吸引力 并不是牛顿所专有的一样 他只是发现 天地万物的真理本来就存在 因此佛教认为一切合理的 既有永恒不变道理的 通通是佛法 既有永恒不变的道理的 通通是佛法 所以天地万物 所以天地万物通通是佛法 没有一样东西离开佛法 六十五页 你要爱你的仇敌 虽然出自于圣经 但佛教毫无疑问地 承认它是具有美德的真理 以佛教的无言大词 同体大悲相同 你要爱你的仇敌 我告诉你 可是他不会爱这个异教徒 爱你爱你的仇敌 但是不爱异教徒 我们今天信佛 上帝是不会来救我们的 靠自己吧 真的 我们今天信佛 所以也是常常奇怪 上帝把我创造 慧立法师创造出来 创造我出来 我却不相信上帝 老是疑点重重 我却来信仰佛 是不是很奇怪啊 上帝也是太无聊了 闲着没事把人创造出来 把人创造出来 不听他的 又打入十八成第一 要信仰他的 才把我们救 不信仰他的 就打入第一 上帝也真的是时间太多 把我们创造出来 玩一玩 不信他的打入第一 信他的得永生 是不是在开玩笑啊 是不是啊 底下 佛法像浩瀚的江海 他能容纳地球上的 一切大小河川 所以佛经上说 一切法 皆是佛法 真的就是这样 万法都是缘起的 没有一样可以离开正法 没有一样可以离开佛法 就看你怎么体悟 就看你怎么体悟 好了 我们今天呢 讲了二十个配级 林老师写的这本书 写的真是好 我们明天呢 我们再来上课 明天的进度 二十页 下课 好 请翻开六十五页 六十五页 第十 佛教 是民族 和自由的 在其他的宗教里 教主 所说的话 就是不可抗拒的命令 就是不容怀疑的真理 谁要是不服从 或者是稍微表示怀疑 那么必遭天谴神法 在外教 在外教 就是外道 因为他们心外求法 在佛门 叫做内典 内典研究班 内典就是 专门 从心地下手的 往内 回光 返照的 叫做内典 所以佛经 叫做内典 其他的宗 宗教叫做外道 因为他们认为 心外有个上帝 有个主宰 在外教的经典里面 明白地记载着 人类的始祖 是因为违背了 上帝的命令 而永远地 而永远地被赶出了 一群远 而且他们的子孙 也就是千千万万的人类 包括以前 现在和未来的 也因此 莫名其妙地 跟着受苦了 以外教的解释 现在不是佛教的解释 外教的解释 这叫做原罪 的遗传 什么叫原罪呢 本来就有罪 叫做原罪 原罪的遗传 这一个传一个 一个传一代 一代传一代 都有罪 这林老师回答的 讲得很好 他说 不过我只听说过 某一些疾病会遗传 某一些疾病会遗传 没有听说过罪 这个罪也会遗传 除了古代 专制 野蛮时代 一个人犯罪 全族遭殃 以致被 斩尽杀截而外 以前就是 连诸九族 欺经之罪 连诸九族 就是以前 现在不可能这样子做 现在任何一个 进步的文明国家 父亲犯罪 父亲坐牢 跟妻子 而你扯不上半点关系 除非你也关系 你有涉案 先把你收腰起来 等到 用科学来办案 查清楚了 你是被阴亡的 就会释放 不可能把你都牵扯在一起 而佛教就是这样主张 佛教认为一人做事 一个人承担 父亲杀人 儿子是不会 儿子是下不了地义的 意思是说 儿子也不能代替 父母受罪 这样讲才合理吗 这样讲 大家能接受吗 是不是 你造恶因 你赴恶果吗 你杀人 你抓去关吗 又不关我们眷属的事情 这个就是这样 底下说 我有一个要好自己 他本来是个虔诚的基督徒 以前我们常为了亚当和夏娃 偷吃晋果 而被驱逐出境的故事 这驱逐出境 就是被赶出 赶出来 变得面红耳赐 其实这个 大学里面都有这个社团 我们有 像风甲大学有 普洁佛学社 师父就是参加这个佛学社团 那么他们基督教 也有基督教的这个社团 那我们水利系呢 班上 还有图木工程系 有时候上课 同一间教师 因为修的课程 某一些工程是一样的 所以有时候水利跟图木要一起上课 这里面就有佛弟子 还有基督徒 就会讨论到这些事情 他们叫做团契 这以下是我们当时候的谈话 就是林老师跟他的对话 林老师第一个就问 亚当他们 为什么会被赶出乐园呢 这是一心言 这个基督徒就回答了 因为夏娃不听神的话 受了独死的引诱 偷吃了禁果 他违抗了神的命令 林老师就问了 那神是前知前人的吗 基督徒就回答说 是的 他是前知前人的 什么事情通通知道 林老师就问了 那请问前知前人的神 事先晓得夏娃 受不了独死的引诱吗 基督徒就回答说 不知道的 因为神要试验亚当夏娃 要试验亚当跟夏娃 是否听他的话 六十八页 林老师就回答了 既然神事先不知道 那么他还能被称作 前知前人吗 事先不知道 前知前人是事先通通知道 就做前知前人 事先不知道 那基督徒就知道讲错的时候 嗯 嗯 错了 哎呀 上帝事先的 当然是知道夏娃会受不了引诱的 因为他是前知前人的主呀 基督徒说 哎呀 我正该死啊 刚才我卖 冒赌了神啊 说啊 他事先不知道啊 哎 我的朋友见风转舵啊 可是他没有想到 另一边也是死相啊 好 那么前知前人的主既然事先知道 夏娃受不了独死的引诱 却还要让独死的引诱他 啊 明明事先知道 受不了独死的引诱 还要让独死的引诱他 而不将以自职 事后还要惩罚他们 哎 林老师说 这不是纯心不良吗 呵 这个话讲不通是吧 基督教的这个道理 道理讲不通 这纯心不良 这不是纯心不良 故意纳人医罪吗 你明明知道 他受不了独死的引诱 就要把他制止 可是你不把他制止 受了引诱 你还惩罚他 明知而不知制止他 基督徒说 哎呀 我的朋友终于为之雨晒啊 哑口无言啊 这亚当和夏娃 就是这样糊里糊涂的 被赶出来的 注意那个糊里糊涂啊 形容得很好 反正就是